黄先生您走好啊 考虑好了给我电话 好的 慢走啊 又送走一个呀 文静 这次的高尔夫别墅楼盘 连客户的车都不一样了 这里边可以不少钻石王老五呢 你看看这帮楼姐都卯足了劲 推销房子 连带着推销自个呢 我看见了 妆容都比以前静止多了 嗯 唉 我是没戏了 唉 要不你试着钓一个 我都帮你观察了 唉 就那大奔 人家可没带结婚戒指 我没兴趣 你男朋友何许人也呀 这么坚持不渝 那也不带来让我看看 开普桑的 也来凑热闹啊 咱们这楼盘 最低都上千万起呢 那你此后着 我闪了 唉 先生 您看房啊 唉 是啊 请问您贵姓 我姓范 有没有能看见那条河的最靠近的 你看这里的房子 唉 胖姐 快文静 他要买得起房子就不开普桑了 身上没一寸牌子货 也就文静愿意批他的耳末呀 你怎么知道他开普桑啊 你不知道啊 唉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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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每到一辆车 这屋里一双双眼睛可都盯着呢 唉 你看那骨子 还停得大奔旁边 唉 我 了解了 范先生 您这边先坐一会儿 我给您倒杯水 呃 要不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现在带我去现场看看好吗 唉 行啊 没问题的 这边请 好 唐姐 我陪客户出去看一下房子 范先生 这边请 哦 好 哈喽 白陪他号一下午 范先生 您慢一点 来 哦 您看这边 哦 唉 那这条河在卧室就看不到了 范先生 我猜呀 您肯定有很多朋友 家里常常是高等满座吧 你想想 朋友来了待在哪里 总不会是在卧室待着吧 哦 是 待在客厅里 听听音乐聊聊天 喝喝咖啡 然后再看看窗外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水 会很赏心悦目的 但是河水好像没你说的那么清澈啊 上来的整治工程啊正在进行 等到你装修完了 我相信它一定会清澈见底的 没问题的 你放心 我们几位老板也都在这里买了房子 是吗 要不 我再带你到其他户型去看一看 好 这边请 范先生您慢一点 你也小心点啊 您看这一边 图鉴刚刚完成 这边的楼盘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要不 我们到其他地方 去看一下您需要的户型 来 您看看 这个户型怎么样 唉 这栋的户型不错 唉 可刚好相反 客厅看不到河啊 哈哈哈哈 其实看您怎么想的了 我不知道 你买房子给谁住 还不是买给自己住吗 我不知道您是单身还是已婚 人的一生啊 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卧室里待着 不可能天天都高不满座吧 在主屋里 能看见这潺潺流水 不是更美吗 好 今天谢谢你 今天我看得非常愉快 我会再来的 欢迎 随时给我电话 唉 文静 文静 你那位普桑先生 又来了哦 爸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好文小姐 今天我带了两位朋友 来参谋参谋 两位先生 你们好 你好 能不能带他们俩去看看 当然可以 这边请 文小姐 听说你们这附近的交通不太方便 这不会影响我们了 您放心 政府正在修建当中 这一年之内啊 他一定会畅通的 唉 那我还听说这个附近有个垃圾焚烧场 会不会影响这儿的空气啊 您说的那个地方啊 就是在那个位置 现在政府正在修建当中 两年之内 他必须得搬迁 所以这一点 你可以尽量的放心 还有文小姐 就是你们这个辅助学师跟得上吗 孩子的教育不成问题吧 这一点啊 我们早就考虑到了 小孩的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都会得到很好的教育 这些 我们会在合同里有协议 都已经配套安排了 在教委的网站都能查到 范先生 你们有什么需要 随时给我电话 好的 那你们走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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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回报 感觉怎么样 范总真是慧眼识珠啊 这个文小姐的确不烦 没想到范总买这儿房子 竟然还发觉一个营销人才 还需要考察 不可贸然随定啊 我早就听说 你们寿楼小姐 都练就了一双 过硬的视力眼 用这双眼睛 去无所谓 为存真 筛选出那些 真正拥有购买能力 和具有购买意图的客户 而对那些看上去 买不起房的穷鬼 就可以生生口水 不用费劲了 一开始 你都不相信 我买得起这栋别墅吧 当然了 我还记得 我当初一进你们寿楼处 看到你们同事 看我的眼神 我就觉得不对 你干嘛 这么左一趟 右一趟的陪我看房啊 还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 我就觉得奇怪 你干什么 不用一句 先生 你看到户型没有了 你就可以把我打发掉了 您说的事例眼 我们业内叫做妖眼 这是我们一入行 就得专门接受培训的 实人功夫 不过 我也牢记另外一条原则 卖房子就是做人 做职业顾问 就是做服务 只要走进寿楼部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的服务对象 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嘛 当然了 我也怕看走了眼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撞上 让人后悔N年的事 别的寿楼处就发生过 A楼姐把一个 她以为走出了店的老农民 扔给B楼姐去接待 结果老农民在B楼姐手上 买了面积三千平米 整整一层楼的写字间 人家是农民企业家 把集团的总部 移到了北京 可以想象 当时A楼姐的表情 有多么难看 一定气得大吐齐雪 当然是在梦中了 那这么说 我看起来像个农具厂厂长吗 至少看你那车挺像的 所以为了避免 我将来大吐齐雪 我一定随教随道 麻烦前面帮我停一下 我送你回家吧 我不回家 我要去夜校听课 还在深造 我打算考个会计师本 趁着年轻啊 多学点东西 我到了 谢谢啊 好 拜拜 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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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范先生 您 您不会这会儿 还想看房的 不是 我虽然说是一个农民企业家 但起码的连香西语我还懂的 怎么忍心这么折磨你呢 对了 你住哪儿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这会儿 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公车 其实我不是专门要送你的 只是办完了事 正好要下班 一看又路过这儿 顺便拐个弯进来试试 没想到真遇上了 真巧啊 现在时间也太晚了 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 好吧 请 我有男朋友了 这可是典型的80后坐牌 怕我追你 我是想把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 可以急水灯刹车 要是没有的话 就当我没有说 你这信息我收到了 既然有男朋友 上夜宵应该有男朋友接送吗 这是典型的70后的坐牌 我们80后平行 是吗 那女朋友上夜宵的时候 80后男孩都在干什么 上网 开歌 泡巴 甚至泡咪 干的事多着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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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过来看 什么事 那不是文静的普桑先生吗 我 我是来签约的 签约 你 华先生 这边请 好 他是干什么的呀 真奇怪 八先生 喝杯水 谢谢 您要签两栋 对 哪两栋啊 庇护行 靠河边的 你陪我看过恩变了 我从小在江边长大 所以对谁有情景 庇护行啊 你可别告诉我已经卖完了 没有没有 正好还有两栋 那好 那我们签约吧 还等什么 好了 不用送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呢 再见 再见 文静 你中头彩了 一定要请客 怎么就让我看多年呢 这个季度冠军 非文静莫属了 对不对 老大姓姐 来了 我们必不行 最后两道房子收手了 小文的 你可是大功臣呢 小肠走了 我们销上路景里的位置空了 怎么样 什么心情 当然有 我就说嘛 我没有看错人 你以后啊 会有大的发展 谢谢 谢谢静怡 那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去忙 那好 我先去找你